第110集 大殿之中 几个殿主正看着张叶的闯关情况 看到张叶被傀儡人一招逼退 三殿主哈哈一笑 对着四殿主说道 老四啊 看到了吧 张叶现在连第一个傀儡人都无法闯过去 他绝对是无法进入到内殿 成为内殿弟子的 你们熄灭三绝 看来又是一无所获呀 二殿主也是笑着点点头 四殿主哼了一声 说道 你们没看到吗 现在张叶正在反复地试探着傀儡人的实力 等他试探清楚了 他定然能够找出办法 破解掉傀儡人的战绩 一鼓作气冲过去 三殿主哈哈一笑 说道 我也知道张叶在试探 但问题是 张叶都已经试探了几十次了 他还是无法找到傀儡人招式中的破绽 他这误息也太差了一点吧 你看看南面九郡的司徒后徒 他都已经闯过了两个傀儡人了 听到三殿主提到司徒后徒 掌管南面九郡的二殿主脸上不禁地露出了一丝得意之笑 四殿主正要说话 呼得他的目光一亮 说道 张叶开始闯关了 咦 大殿之中的几位殿主也同时的移了一声 只见小镜之上 张叶的身形骤然一闪 像是一个龙卷风一般掠过 手里的重刀划着一道玄妙的轨迹 重重地斩出 正正地斩到了傀儡人的双枪之上 三殿主幸灾乐祸地说道 张叶这小子竟然敢跟傀儡人应拼 他这是在找死 二殿主与大殿主两人看到张叶出刀与傀儡人应拼 都是微微地摇头 这傀儡人乃是数千年前的炼器师制造 全身重达五万多斤 一出手就有着数万斤的大力 要想通过傀儡人 只有老老实实地找出傀儡人的招式之中的破绽 再从破绽之中闪身而过 张叶没有找到这个傀儡人的破绽 竟然选择了硬拼 那简直是找死 傀儡人的一击重如大山 迅如闪电 就连四殿主都微微摇头时 突见张叶全身涌起了一阵金光 随着这阵的金光 张叶的重刀竟然硬生生地挡下了傀儡人的一击 不曾后退半步 看到张叶的表现 四个店主的眼神之中都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他们都想不到 看上去并不壮实的张叶竟然能够硬生生地挡下傀儡人重达数万斤的一击 就在四位店主都暗暗惊讶的时候 张叶做出了一个动作 他空着的一只手骤然地伸出来 一拳打到了傀儡人的身上 这一拳打上去 四个店主分明地看到傀儡人那壮实的身子都被打得微微变形 双眼之中的光芒也在这一拳之下暗淡了少许 打出了第一拳 张叶第二第三拳连续地打出 以傀儡人数万斤重的身子 竟然都被张叶打得连连晃动 差一点就飞了出去 轻盈一闪 张叶趁着傀儡人被打得晃动不休的时候 身形一闪 从容地从傀儡人的身边飞了过去 看到张叶通过了傀儡人 大店中的四位店主都是大感意外 四店主不禁地挥了一下拳头 哈哈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好 想不到张叶这小子的力量如此之大 即使是五万斤重的傀儡人 也能凭着力量硬闯 这下他进入内殿应该没有问题了 三店主目光一闪 说道 老四啊 你不要高兴太早 下一个傀儡人 重量达到了七万斤 出手的速度比起第一个傀儡人 还要快上一番 张叶能够硬生生地闯过第一个傀儡人 但第二个傀儡人 他再想凭着力量 只怕是难洗闯过去了 看到了张叶表现出来的实力 三店主也不敢把话说死了 不过他依然是不看好张叶 毕竟这些傀儡人摆放在小镜之上 是考验少年们的悟性的 张叶这种凭着力量硬生生闯过去的做法 并不是正道 四店主眼中也闪过一丝忧色 第一个傀儡人只有五万斤 一击之力 最大只有七万斤 但是第二个傀儡人 重量达到了七万斤 B击之力达到了可怕的十万斤 十万斤的力道 随便压到一个五到五重高手身上 都能够把人给压死了 张叶炼铁功法虽然不错 但面对着十万斤的距离 只怕也不够看 在四位店主的目光之中 只见张叶一路的极略 那种速度 竟然比起平地时还要快上一些 看到张叶这种表现 几位店主目光之中 都露出了赞虚之色 三店主笑着说道 张叶这个小子 胆子也太大了一点 在这万丈深渊之上 即使是修为达到了五到五重 巅峰的司徒后土 也不敢全力地施展身法 没想到 他居然敢全速而行 也不害怕掉下去 大店主看着张叶的身形 目光之中露出一丝 若有所思的身色 说道 张叶施展的身法 应该是 行云布 这行云布虽然只是一套终极身法 但张叶对这一套身法 显然已经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并且在行云布之中 隐隐地加入了一丝旋转的力量 足以保持着身子的平衡 即使有着意外的情况 他也能够应付得了 二店主 三店主和四店主 也发现了张叶 身法之中的那一丝旋转之力 三人都是微微地动容 要知道 行云布虽然只是一门终极身法 但却是十分精炼的一门身法 要想在一门十分精炼的身法之中 加入旋转之力 那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张叶还不到十五岁 却能够自然而然地将旋转之力 融入到行云布之中 这种悟性已经是远超通灵人 即使与司徒后土相比 只怕也不会逊色 二店主脸上微微地带着一丝遗憾之色 说道 这个张叶 如果十年之后来参加测试 他必定能够进入到那店中去 但现在只有十四岁 通过的希望 我看不大呀 张叶无意之中 展露出来的实力 让三店主也是刮目相看 三店主点点头 说道 张叶如果在修炼上十年 他的修为定然能够达到五道五重后级 而他的炼体功法也会再进一步 要通过我们真店的测试 绝对是轻而易举 不过 现在嘛 他通过测试的希望 还就不太大了 不说别的 单单就这悟性一关 就不是那么好过的 张叶的表现 已经是很出色了 但二店主与三店主两个人 依旧不看好张叶 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 张叶很难闯过测试 四店主没有出声 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张叶的身影 心里默默地说道 好小子 你一定给老夫闯过第二关 进入到内殿 给老夫争一口气呀 白玉小镜之上 张叶一路地狂奔 越是往前头行去 下方万丈深渊中 涌出来的风势也就越大 不过张叶领悟了谢力之术 即使在家族的风洞之中 他都能够将风势卸去 这小镜之上的风势最大 但对张叶来说 却是没有什么影响 略出了一千多丈之后 张叶停了下来 在他的前面 竟然又有一个高大的人影 张叶目光一闪 心里存到 看来这一条小镜之上 每个一千丈 就会有一个傀儡人 这一个傀儡人 比起第一个要大上一些 实力应该也要厉害一些 心里想着 张叶一步步地 朝着这个傀儡人兴趣 这一个傀儡人的反应 比起第一个傀儡人的反应 要快上不少 张叶的身子还在十二三丈外 他就做出了反应 整个身子站得笔直 一对眼中 射出了两道红光 紧紧地盯着张叶 有了第一个傀儡人的经验 张叶对这个傀儡人的反应 置之不理 他依然一步步地行去 行入到了七丈时 傀儡人再次做出了反应 他的一只脚 微微地踏出了一步 一步踏出 张叶感觉到自己脚下的这条 小径顿时剧烈地震动起来 似乎下一刻就要坍塌下去 面对这么一种情况 饶视张叶一向淡定 心里也不由地大跳了几下 这家伙只是轻轻一踏 就将这条小径踩得剧烈震动 看来他的重量不下于七万斤 傀儡人的体重重了 出手的力量也就相应地变重 这家伙的一击之力 至少也有八九万斤 甚至十万斤 张叶心里暗暗地推测着 傀儡人的实力 心里一阵地吃惊 他简直无法想象 像这种重达数万斤的傀儡人 是怎么炼制出来的 傀儡人虽然力量强横 但张叶倒也不怎么担心 这傀儡人即使有着再强大的力量 但他毕竟是死物 顶多只能使出一两套的战技 只要给自己一定的时间 这傀儡人使出的战技 他迟早能够找出破绽 并将之破解 并且 这傀儡人还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 只要进入到他的攻击范围之内 他才会出手攻击 如果退出他的攻击范围 他就无可奈何了 有了这个弱点 自己大可以一点点地试探 慢慢地找出他的破绽来 张叶又行前两步 只听到两声金属交击之声响起 傀儡人的手里 夺出了两柄长刀 这两柄长刀 每一柄都长达一丈 足有两个巴掌宽 刀面之上 乌光闪闪 透出一种让人窒息的 森森寒意 傀儡人手里的两柄长刀 骤然扬起 闪电一般地劈出 这两刀劈出 无形无质的空气 竟然被刀身劈得一阵暴响 肉眼看不清的狂风 骤然涌起 刀还没有来到 那些凛冽的狂风 已经像是锋利的刀子一般割了 张冶的一节衣袖 被这股风刀一割 竟然断了开来 张冶身形一闪 退到了十五丈之外 脸上出现了一丝喜色 这个傀儡人 不但力量比第一个强 就是速度也比第一个要强 刚才他一刀劈出 长刀竟然批出了阴暴 并且戴出来的刀锋 都能够隔空伤人 这说明 他的出刀速度比声音还要快 傀儡人的速度和力量 都是异常的厉害 但他却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手里的两把兵器 都是长刀 长刀能够展出 比声音还要快的速度 但却也有着弱点 那就是刀尝了 施展出来的战绩 只能是大开大合的招式 自己只要抓住他的这一个弱点 抢到他的身边去 就可以出手将他打爆 张叶心中定下了克敌之计 当下也不再犹豫 他的身子踏前 一次次地试探着傀儡人的攻击 当试探到了第十次时 张叶眼中骤然闪出了一团金光 在傀儡人的长刀展出之时 他的身子不退反进 骤然地化成了一道虚影强生而进 在两柄长刀交叉的一瞬间 掠入到了傀儡人的身边 就在这个时候 出乎张叶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傀儡人的一只脚竟然抬了起来 一脚就朝着张叶踢了 傀儡人重达数万斤 一脚踢出力量绝对不少于八万斤 如果被他一脚踢中 张叶即使再厉害 也得吐血重伤 整个身子被抛入万丈深渊 面临着生死时刻 张叶眼中陡然间爆出了一团金光 他体内的龙象弓全力地运转 整个拳头在一瞬间变成了金色 轰轰地在傀儡人的大腿之上 打出了两拳 龙象弓经过了张叶的改良之后 威力比起原来要强数倍 而张叶体内的龙象之力 又是最为纯粹的力量 张叶这一下全力示威 真是惊天动地 他的两拳抽到傀儡人的大腿之上 发出了两声巨响 竟然画成了肉眼都可以看到的波纹 傀儡人 挨了两拳 整个身子都被张叶打得仰天而倒 眼看就要掉下万丈深渊 张叶看了一眼 再次打出了两拳 然后才起身而去 大殿之中 四个关注着张叶的人 看着张叶把傀儡人打倒 脸上都是不敢置信之色 而当时他们看到张叶最后打出的两拳 脸上的不敢置信之色 又变成了啼笑皆非的神色 四个人都笑出了声 过了好一会儿 三殿主摇摇头说道 这个傀儡人明明被打倒了 他还要补伤两拳 二殿主有同感的点点头 说道 这小子 难道就打算凭着一身气力硬闯下去 第三个傀儡人比起第二个来 又要厉害上一些 我倒要看看他如何应付 四殿主眼睛发亮 他哈哈大笑道 哈哈 暴力是暴力了点 但我喜欢 希望他一直暴力下去 将第三个傀儡人也打爆了吧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